浮漂如果在躺着的时候 我们要压水线 首先它掉的掉位 就会比咱们立起来的时候 压水线它的位置要近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浮漂还没立的时候 线没有崩直 我们要使劲压 这个浮度就会大 力度就会大 那么它势必就会把鱼竿往后抽 那么你想想看 我一直守在前面 你一直在往后抽 那肯定你的掉点就会比我近 至少二三四公分 对吧 这个时候你要想掉过它 这个可能性就很小了 浮漂例子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它就是我们的牵缀 基本上到位了 牵缀基本上到位了 也证明了 这个主线已经被崩得比较直了 这个时候来压水线 实际上是不叫压了 我们轻轻地把肝肩往下一点 还没那么费力了 对 不用压 那么不用抽 这个主线就被压到水里边去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咱们的牵缀到位 把这个线给崩尺了 浮漂躺着和立着 这两个观点来讲的话 那么 立着的会 是立着的 比平躺的时候压水线 效果更好 掉点更远 这种方法也就会有关于 词